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 送不停 今天又为大家送上两款苹果ls系统上手机上面使用的这个免费的 科学上网的工具 简单方便 速度也还是非常ok的 好的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来到手机Apple Store上面进行一个搜索 我们首先看第一款 这个银河VPN 搜索出了以后 这个第二款就是了 银河VPN加速海外网络 我们点击获取一下 把它下载下载 认证一下 还正在下载 速度还是很快的 现在完成以后 我们直接打开 这边选允许 这边选同意 那这边有一个选择地区的一个选项 我们打开一下 那前面两个呢 是智能分配 还有高级版服务 高级版服务呢 是要vip的啊 那下面来讲的话呢 有这么多个国家是可以用的啊 这个美国 日本 英国等等 这些国家是可以用的 那我们也可以选择 打比方我们选择第一个 选择美国 然后现在呢 让它进行一个连接 次连接的话呢 稍微慢一点啊 这边我们点允许 我们把广告关掉 好的 现在显示已连接啊 连接的节点是us 这边是vpn显示已经打开了啊 非常的方便快捷 那我们到主页上啊 打开浏览器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那打开youtube也是非常快的啊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来测试一下 那vpn就这个视频来讲的话 我们给它调到720 然后再看一下详细统计信息 是什么一个情况 好的 现在已经开始正常播放啊 同样的 它的速度是稳步的一个上升当中 现在去到150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正常播放的话呢 现在稳定在150左右啊 它的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来讲的话呢 正常使用是已经不够的了 好的 我们尝试更换一个节点看看啊 我们把这个给它关掉 我们再换一个试试看 对方我们换一个新加坡的 看看他们的脸上 现在是已经连接上了啊 已经连接上了 啊 延时的话呢 260多毫秒 这个速度算是延时很低的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一个速度怎么样 我们换个视频来试一下 操作缓冲呢 它已经开始播放了啊 哇 这个速度还是蛮快了 刚开始就去了300多 每秒300多 这个速度很快了啊 正常播放稳定在330左右 这个速度比刚才那个要快一倍 要快一倍 快进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这个vpn的 特点呢 大家也看到了啊 就是广告特别多 广告特别多 但是呢 连接了两个节点来讲的话呢 这个速度各方面 都是很ok的 连接的速度也快 连接上以后速度也不错 这个作为一个备用节点来用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把它关掉 啊 翻开 好的 翻开以后的话 我们 再来看第二款 推荐这一款呢 叫下10 啊 国际加速器 啊 第一个就是了 好的 收取了以后 第二款就是了啊 下10国际加速器 平平就是这一款 我们点击获取一下 我们证一下 那在完成以后 我们直接点打开 这边我们选同意 这边我们点允许 好的 它的界面也很简单啊 非常简单 一个连接方式 一个连接信息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连接信息这一边 我们点一下这个免费随机这个按钮 那出来的呢 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节点信息 这个很贴心啊 它甚至把节点的这个延迟都列在后面了 大家看到呢 这大部分是一个美国节点 最后一个是免费的 那我们尝试点击 连接一下 赶了以后 我们直接点这个点击链接就可以了 做广告 我们给它关闭 好了 现在显示已经连接了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VPN的标示了 显示连接了 好像非常方便 那我们 打开浏览器 来测试一下 它进入浏览器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我们打开一个视频测试一下 好的 经过缓冲以后呢 正常播放啊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详细情况 那现在视频正常播放 目前速度是每秒25 这也是稳步的上升当中啊 现在去到120 现在去到160 现在突破了200多了啊 好的 稳定在200左右 那么这个速度呢 也是可以日常满足我们使用的 最大的优点 它是免费的啊 但是绝点不多啊 绝点不多 我们看到它的免费的 免费的绝点好像只有一个 那最后这一个是免费的啊 最后这个是免费的 上面都要解锁 上面的话呢 这个 都是vip线路 需要付money的啊 需要支付money 那我们用这个免费的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介绍的这两款VPN呢 就使用就非常简单啊 然后作为我们一个备用防湿联那一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的速度呢 也够我们日常上网 而资料 发发视频都是没问题的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